手抓饼的5种做法 1.香蕉饼 准备3个鸡蛋黄 搅拌均匀 准备一张手抓饼 一根香蕉 像这样卷起来 切成小块 拿出电饼铛 刷上一层油 放上香蕉饼 表面刷上蛋黄叶 撒点黑芝麻 盖上电饼铛 等待3分钟 3分钟后盛出 香蕉饼就完成了 外酥里嫩香甜可口 简单快手一学就会 好吃到转圈 2.红豆饼 准备100克红豆馅 10克炼乳 搅拌均匀 拿出手抓饼 横竖两刀切成4份 放上红豆馅 把边都包起来 包成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电饼铛中 刷上蛋黄叶 撒上黑芝麻 盖上电饼铛 等待3分钟 3分钟后盛出 红豆饼就做好了 皮薄馅大 好吃到不行 3.榴莲馅饼 准备200克榴莲搅碎 拿出两张手抓饼 在其中一张手抓饼上铺上一层芝士碎 然后铺上一层芝士碎 再铺上一层芝士碎 把另一张手抓饼盖上去 用手把边缘按紧 像这样把边卷起来 放入电饼铛中 刷上到黄叶 撒上黑芝麻 盖上电饼铛 等待5分钟 5分钟后盛出 榴莲馅饼就做好了 酥脆的表皮 内力满满的芝士榴莲肉 这简直就是榴莲爱好者 绝对抵挡不了的诱惑 4.鲜肉馅饼 准备200克五花肉 50克大葱 放入绞肉鸡中搅碎 倒入碗中 加入15毫升料酒 20毫升生抽 20毫升食用油 5毫升香油 2克五香粉 2克黑胡椒粉 加入100毫升纯净水 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盐 再搅拌一下 拿出两张手抓饼 放上肉馅 盖上另一张手抓饼 按紧边缘 把鞭卷起来 放入电饼盛中 等待三分钟 三分钟后翻面 再煎三分钟 鲜肉馅饼就完成了 皮薄肉多 吃上一口开心一整天 5.手抓饼肉夹馍 准备500克五花肉 加入20毫升料酒 3片生姜 3小节大葱 焯水 撇去浮沫后捞出 重新倒入洗干净的锅中 加入4片香叶 8颗冰糖 3颗八角 4根干辣椒 5颗丁香 1颗豆蔻 35毫升生抽 25毫升老抽 20毫升料酒 加入500毫升纯净水 盖上盖子 中小火煮一个半小时 拿出一张手抓饼 从中间竖着切一刀 然后沿着中间这条边卷起来 卷好后竖着压扁 撒点面粉 用擀面杖擀成肉浆膜的大小 放入电饼盛中 等待三分钟 三分钟后翻个面 再煎三分钟 盛出 香菜 青椒切碎 铺上煮好的卤肉一起切碎 煎好的手抓饼 从中间切开 放入切好的肉馅 淋上卤肉汁 美味的手抓饼肉夹馍就做好了 饼皮酥脆肉嫩多汁 一口下去全是肉 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手抓饼真的很万能啊 不用揉面又方便 做法多用一学就会 快来一起试试吧 做法太阳 用上烤肉馅 轻厚肉馅